歡迎光臨 救命啊 我快要被鯊魚咬到了 救我... 剛才修理怎麼這樣有時候有沒有 有沒有覺得我好像 真的快要被鯊魚咬到 好好玩喔 這裡是哪裡 我跟妳講 今天修理氣象爬爬狗的 帶大家來到我們台南將軍區的 瑪莎溝三滴採味村 有看到嗎 這整面牆都是3D彩繪啊 這一幅喔 彩繪超級雄偉壯闊的 我們要趕快來找當地最新的 我們的小陳 小陳 你看這一幅沙 這個3D彩繪超美的 趕快來告訴我們 這個主題是什麼 我們這主題就是有馬 然後也有沙 沙魚的沙 沙魚嘛 對 然後有狗 狗 所以叫海狗 所以是 所以就叫馬沙狗 馬沙狗 這樣就是馬沙狗喔 是 所以其實這一幅就是 呈現我們的地名 對 有馬 有沙 有狗 對 我是覺得很練 還有小陳 我覺得 我第一次看到這3D彩繪 跟這個沙雕做結合 怎麼會今年有這樣的一個 創意發想呢 我們想要呈現6D 6D 我只聽過3D跟4D 因為6D就是比較有3D彩繪 對 3D彩繪對啊 比較像3D立體的沙雕 3D立體的沙雕 對 然後3D 3加3等於6 不要 又夠冷 好啦 我想要他好意啦 因為天氣好熱 你看他這樣大顆 乾小顆乾小顆 整天的衣服都濕透了 但是超冷的 不過呢 我這一次來到我們馬沙溝 這個3D彩繪村 我覺得這裡好活潑喔 這整個村路 這個彩繪的主題 除了我們馬沙溝地名之外 還有以什麼為主題呢 像我們這一條 就是以馬為主題 因為馬沙溝的關係 對 另外還有呢 另外還有我們的產業 像紅蘿蔔 紅蘿蔔跟土托魚 所以將軍馬沙溝這裡 主要就是產紅蘿蔔 產這個土托魚 所以在這個 我們的任何一個角落 牆壁 都會有這些主題的呈現 然後讓民眾去拍照去互動 然後還可以打卡對不對 當然天氣好不好也很重要 我們趕快來看 從衛星雲圖當中 今天整個天氣 其實是受到高壓的影響 只不過呢 在東南部海面 出現了一個導彈軌 Cocolo叫高空的冷心低壓 因此呢今天午後 就比較不穩定囉 你可以看到今天呢 午後雷震雨 從雨區預報當中 特別提醒您 今天的午後雷震雨 會比昨天還來得多 範圍來得廣 最主要就是午後熱對流 再加上水氣會比較旺盛一點 因此西半部地區 今天都有下到 午後雷震雨的機會 這其中像是中南部 尤其在山區更要注意 就是呢 對流會比較旺盛 比較劇烈 不排除局部呢 會有大雷雨的現象 未來這幾天的天氣變化 當中你可以發現 北部地區啊 每天都非常的晴朗 今天呢 午後雷震雨會比較明顯 不過呢 從明天之後 由於高壓都影響 所以午後雷震雨啊 又會範圍縮小 然後就比較局限在山區了 只是呢 溫度真的好熱喔 幾乎都有三四 三十五度的高溫 尤其大台北地區 這幾天看起來 都是三十六度以上 那麼中南部來看的話 其實中部地區 當然上半天 既晴朗又炎熱 真是午後雷震雨 在山區 這幾天尤其週休假期 大家要出遊 就要注意午後大雷雨了 南台灣呢 可以說呢 是這幾個區域裡面呢 午後雷震雨比較明顯的 尤其未來這幾天 不僅山區 部分平地其實也都下得到 午後雷震雨 所以呢 午後雷震雨 大家要注意喔 東半部相較西半部啊 就非常穩定了 因為呢 未來這幾天都是艷陽高高掛 所以呢 下雨的機率也不高 因此呢 東半部出遊 會是一個艷陽高照的好天氣 但是防曬就要多注意了 因此呢 趁著這個週休假期天氣好啊 今天淑莉呢 來到了 這南台灣台南 從北門的金宅角鹽田 還有七谷鹽山 我們一箭雙雕 有鹽雕跟沙雕的結合 再來到我們將軍區 也就是呢 馬沙溝三滴彩繪村 也可以看到第一次呈現的 彩繪跟沙雕結合 所以跟隨著淑莉的腳步 大家一起來台南趴趴夠吧 時間再交還給主播囉